深圳 中國的模特兒 為開啟開 年輕人來到這裡 在追求財富 但只有那些抵抗的環境 有機會成功 我們選擇這個地方沒有選錯 因為在深圳 我們得到了非常好的創業環境 大家都在擬追我感 每一個人每一天起來 都在拼盡全力地 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這是一個非常富有激情的城市 有想像力創造一個城市 用植物工廠的方式去種蔬菜 這是能夠實現品牌蔬菜的一個必要條件 沒有天上會突然 刮掉一個金子或者柄下來 都是要付出 或者說我事業的天花板 其實不是說單純的只是種菜而已 就是我們先把事情做好 把這個對的事情做好 那財富就會來 Yao Jie quit his job in IT 讓他成為核心創造成了 他想把核心創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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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看起來 做農民是一件挺吃苦的事 可是呢 在我看來 這是一個龐大的市場機會 我們很相信的是 現在我有一個基地 有兩個基地 當我有二十個基地 有三十個基地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認為 真正靠賣菜也是可以掙錢的 以後可以給小孩說 他爸爸在就是 曾經為了做這樣一件好的事情 就非常努力去做過 移動所有的資料 是新型的商業 像網絡商店 這支口紅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滋潤的一支口紅 它的非常好推開 然後它顏色是這種西柚色 很適合夏天 就所有 不管你是白皮 黃皮 全部都可以用的 我走到最前線 最接地氣的這個創業公司 我要把這個項目 變成落地的行動 所以我去創造一個實業 在金融與實業相結合 這條道路上走得更遠 如果說你的皮膚 錢在中國的肌肉 還要改變了 Zhang Wei 他已經開始了 社交貿易經濟 他之前設定了WeArc 我是一個買家 但你們作為 做一筆融資要比在美國 容易很多 因為有太多太多的現在資本 願意進入在這個市場 為什麼我要回國 就是在國外 我想去做同樣一件事情 我可能會花費十倍的精力 Both Zhang Wei and Yao Jie have dreamed to become future industry leaders they know it will be a long way to go and they are taking it step by step 我比較相信的是 如果我每天都在想 我怎麼去賺錢 其實我可能掙不到多少錢 但是我可能每天在想 我如何去創造價值 然後如何去服務於整個社會 那我看來財富它就會伴隨而來了 比如說以後拿到投資了 其實它單的風險就更大 而且肩上的責任就更重 你還要對投資者負責 從財富的財富 至於財富的財富 中國的四年代的改變 和開放 都給了國家的力量 更能力 擁有財富 如果我們公司能夠有20%的股權去交換 這是我最理想的一個價位 當然其實未來我是想要做一間上市公司 那包括我們整個公司的股權架構 所有的這些我都是以上市公司的標準去做的 那這個產業呢 其實它是可以橫向的無限量發展的 改變的改變 改變了新的概念和新的財富 Yaujie說財富可以成為更重要的價值 最開始做這個事情的一個出發點 就是當時為了給我的女兒 尋找真正安全和靠的蔬菜 我相信這個過程 無論成敗 到了最後 都會給他們留下 比積蓄更為重要的財富 故事背後的財富 會推動更加改變 在中國的財富 在接下來的回合 改變和開放 在同時 改變的建築 人們的財富 會繼續影響 年代的未來 韓賓 CGTN 深圳